中華文化嘉年華會 苟年到來 祈福迎新 旅居南非的華人 前往佛光山南華寺 參加中華文化嘉年華會的祈福寶貝 在大雄寶殿莊嚴的羅生中 信眾不分種族肤色 虔誠禮拜 隨後伴隨著正耳欲龍的煙炮聲 武龍武師熱鬧進場 中華文化嘉年華會 甚況一年 甚過一年 今年吸引了兩萬多名民眾參加 今天我們看到有兩萬人 不論是主流社會 各個人種 當然還有我們的僑胞朋友們 都來這邊慶祝這個嘉年華會 也慶祝我們狗年的到來 那麼今天的會議當中 各個貴賓都祝福我們在場的各位嘉賓 大家都能夠有一個快樂的新年 除了武龍武師表演 場邊也有中式道地小吃 直傘揮豪 繪畫臉譜 中醫一整等攤位 另外十二生肖造型的花燈也十分吸睛 讓僑胞和南非民眾感受濃厚的春節氣氛 慈濟志工也在現場演奏薩克斯風 為花蓮地震募款 現場遊客也不練習地紛紛獻出愛心